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你好 今星期的《射爆香港》又和大家见面 继续有我方映林和单仲佳 你好 我们两个继续主持《射爆香港》 今天我们请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朋友 来到我们当中 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郭平 就是大嶼山 东冲 立法会议员 李宗盛办事主的 社区的主任 服务日冬村都接近11年了 11年了 我叫他做Eric Eric不单止在日冬村 或者整个东冲区服务了超过10年的时间 根据出身 你好像是大嶼山半土著 对了 我对大嶼山非常有感情 因为我是半个原居民 为什么叫半个原居民呢 原因就是我妈妈就是原居民 我老爸就介入来的 没有朱鸣分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连家族的产业都没有分 这是事实 我大嶼山也有些地 我知道你在梅窝 我爺正落地 我也不用在哪里 都是农地的 是哪里有的 是呢 是在大嶼乐地堂 我也不知道哪分是我的 你自小 你说你几岁就在大嶼山开始生活 你在哪一分的大嶼山很大 大嶼山真的很大 大嶼山等于讲到的观众 是2.5倍 很大 我很住在贝澳 贝澳大江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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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的 去过海滩 露营 小细年 現在海他很漂亮 裏面的宿型是香港來講應該都出名的 我以前所屬的機構在大嶼山有些渡假屋 我太太所屬的機構也有些渡假屋 我兩個小孩很小的時候 一年都去大嶼山一至兩次 有時一年兩次 有時一次渡假 是不是有條街叫長庫街嗎 是呀 這是高尚住宅區 即是有錢人 不是 是不是 長沙有錢人 我只是在那裏渡假 住了一個星期間 接著就走去貝澳 駕車走去貝澳 我在大嶼山被人抄了牌 正常 因為警察比較清閒 你知不知我第一次抄牌呢 我可言 我駕駛50被人抄牌 因為那裏多少 30就有30的 每一單車都排給他 如果有觀眾喜歡每一單車你就知道 隨時超過30的 我就不太知道大嶼山那些汽車那些 原來我認識了Eric之後問他 原來我們有一些牌是不能離開大嶼山的 是呀 千多元一年而已 是不是 你好像你也有駕駛在大嶼山用的 是呀 因為大嶼山屬於禁區 如果我們以前是一個歷史問題 主要是沒有清白大橋 還沒興建之前 大嶼山是一個島來的 那些車只能在大嶼山行走 但問題是說大嶼山沒有什麼公共給車的設施 譬如說我們沒有天橋 沒有隧道 又不是很多路 所以當時港英政府就認為 如果收全費的排費 對我們是不對的 港英政府其實都懂得計算的 所以就是收四分之一的車 即現時現在我們的私家車 一千五cc樓下 現在收到一千四百多元 差不多四千五元 我四分之一 所以我一千零幾 但問題是一個不好處 因為現在有一個青馬大橋 你想出市區 我是出不了的 我只能夠去到青馬大橋 那你必須要付費 給了便可以 是呀 那就有選擇 先說自己是大嶼山 上過大東山鳳凰山 走上去 真的走過的 沒有說坐車上去 走上去 你看我現在是新型的 但20年前我很合理的 真的上去看日出的 真的看日出的 鳳凰山 講一下歷史 有朋友上過山頂 你游在上面 大石下面 你留意一下 是有少少的蠔殼化石 留心去看 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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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嶼山 從我們考古地質的角度 是很長的歷史 現在服務了東涌 都超過十年 東涌的歷史有多久 作為一個新市鎮 現在作為新市鎮 就由玫瑰園開始 由彭定康決定起玫瑰園 應該由九十年代 九一九二年左右 如果變成日東村到今天為止 日東村開始落成的日東村是多久 有兩個炮台 有兩個炮台 你知道嗎 是 真的有一個炮台 現在都在 旅遊聖地 國內同胞 是必到的 是嗎 是 兩三部旅遊巴 停了 你經常等我講 因為炮台是一個旅遊點 其實在大約十年前 遊客就佔多 國內同胞來到 就發覺去廁所有困難 那你就幫他爭取廁所了嗎 爭取了十年 有沒有成功 有 成功爭取廁所 就是在一個炮台旁邊 爭取廁所 爭取廁所 都對的 爭取廁所 真的 真的地打 真的地打 爭取不到他 爭取不到他 我知道你現在都是住在貝澳 但你工作的地方就是日東村 日東村不是大嶼山第一個公屋 應該 應該第二第三年 爭取廁所 讓我拍個書包 好 蛋糕有公屋 沒錯 可原 煤坡有公屋 對 都老大嶼山 老大嶼山 東村第一個公屋應該是富東 對 富東村 最近港鐵站那裏 之後就慢慢 日東是何時開始入伙的 你現在服務的 應該就是200年 就開始入伙 哇 九年 十一年 十一年 現在是2011年 十一年 加減少計算 有多少人 聽說日東是大村 都需要人口多 如果公屋村來說 日東村是大村 因為現時經過十一年的發展 二十五座公屋 二十五座公屋 二十五座算很大 整個東中二十五座 不是 只是日東村 哇 那裏有多少個區元 有多少個選區 有兩個選區 對 日東南 日東北 即是一個屋村都分兩個選區 對 其實說真的 如果普通市民進去 都分不到哪裏 日東南 日東北 日東好像有什麼像 藝術雕塑 是 火屋處第一個 有藝術勁的屋村 就是日東村 上次我去你那裏 都見到那些雕像 是 很特別的 但很多新移民那裏 是 還有很多小數組 是嗎 對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社區問題 多了 剛才你提出幾個問題 已經產生很多社區問題 譬如說 國內和中港的婚姻 因為低技術的居民容易上樓 但是機場多不多人去機場上班 你覺得多 因為現時機場提供 六萬個工作 對 剛才說 剛才你們未來之前 我們未開始節目之前 有六萬個工作 可能大部份都是回東沖 有基層的工種 很多都是東沖 例如機場那些拉行李 是 清潔衛生 安全 物流 因為有HATS HECO 兩間飛機工程公司 對 譬如說 我們要做飛機餐 大家值得要第一提 香港的郵務中心 那你東沖 你知不支持第三條跑道 這裏如果它能夠改善到 空氣質素 空氣質素 中華白海豚 即是我們那個生海很動 但是我看不到第三條跑道能夠做到這一點 因為始終你填海成650公頃 是很大的地方 還有牽涉滑泥污染 是中華白海豚的引辱區和滅食區 你想補償的方法 但問題就是 政府還未拋出最新的方案 所以我不能夠改善 它不行 但是 從工作角度 有些居民應該喜歡 是嗎 如果提供那種機會當然是好 但問題就是 我們進去住 我們不想我們下一代 是一個 東沖的污染很大 是很問題 是 自從中也有 因為我又怕過雪白 東沖很有趣 如果你從北看下來 東沖 夏天會比較好 吹南風 如果吹北風 東沖在北面吹下來 第一 北面吹下來的風 帶著什麼呢 帶著很多污染 第二 第二 一去到東沖 有一大個平原 就是機場島上面 加上機場島 再藍一點 就是鳳凰山 大東山 擋著天然屏障 於是 尤其是夏冬天 夏天有太陽 不是 冬天有太陽 陸地上面 即是機場島 空氣一上升 那些北風一吹下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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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空氣是很大的問題 是 孫中佳的地理常識非常豐富 我簡化它 因為東沖的大東山 和鳳凰山 是一個V字這樣擋著 面向我們北方 就是我們祖國 珠三角地方 珠三角的工廠區 最危險的空氣走下來 剛才孫中佳說 秋天冬天 污染最厲害 就是因為東北風 吃正 是 下孫下風 秋天和冬天 是北風吹過來的 但是夏天 現在更好 為什麼呢 叫做西南風 南中國海那邊吹過來的 所以夏天空氣好很多 很多 如果觀眾有機會 冬天 那個大嶼山 經過我們 真的有說有說 新的東沖道 是由我們民主黨 真的經過十五年爭取回來的 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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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還記得十幾年前我真的回答過那些單線雙程的東沖道 真的很淒涼 去戴嶼山藍的時候 中間可以很乱順 而且路都很驚險 我絕對鼓勵市民要坐車由東沖去戴嶼南 因為一隻一隻一隻蠟龍 一個是進車的駕駛家 然後駕駛車的人 或是交往再轉 我的建議如何 最好從東沖坐巴士去戴嶼 為什麼我們由東沖上去戴嶼山頂 望到長沙的那個街景 現在很美得好 欣賞那段風景 去大澳漁港 傳統文化 由大澳坐巴士 但現在沒有了 五毛子 沒有了 但那些爬屋和水道都還可以 然後坐巴士去寶蓮寺 坐360 吊車 回東沖 全部最靚的景已經玩完了 千萬不要坐360 上去 為什麼再坐巴士去寶蓮呢 你欣賞不到山頂望到大嶼南長沙對面的景色 早上就在東沖 坐巴士去大澳 吃個下午 走一下 上寶蓮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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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澳上寶蓮寺 現在坐吊車 去東沖 石寧蓮寺還有什麼來的 當然是在這裡 現在還有一個寶蓮寺 還有一個少林寺在學功夫 大嶼山除了旅遊之外 很明顯 你在奉悟東沖 東沖 我們有印象很有趣的東沖 它又是一個現代的城鎮 市鎮 因為近機場 又有些中產屋園 有很多航空業有關的 可能機師 空姐在那裡住 但是又給我們一個很邊緣的基層社區 住在那裡 都很難回來上班 回來上班賺多少錢才抵消交通經費呢 都有的 有出來上班 拍完完 拍完完 還有幾個中產公司 有些都不是中產公司 有些很高檔 Eric提過 本來是想規劃連中產人士 在東沖區 其實都應該有工作機會 因為那裡有很多物流和航空有關的 但現在都不是 中產人士都是大部份出來上班 是的 現在講到這個問題 特區政府要打螺螂 它這個規劃原本真的是很漂亮的 它打算日東村有一個公共好村 提供人力的資源 它能進入住的 希望他們能夠安居樂業 但問題是 它安排居民進入入東村住 早期的2000年 是沒有配套設施的 百姆連圖書館都沒有 別說 別說其他家庭支援中心 青少年中心 譬如一些就業的輔導 譬如剛才張家提及中港婚姻 國內有很多很有質素的居民來到了東村 我認識的那些是會計師 有些是藝術家 但英雄無用無知敵 因為來到香港是另一個文化 但特區政府當年到今天為止都沒有一個真正的配套 譬如說怎樣來到香港適應香港的就業市場 一些叫做職業再培訓 青少年是怎樣能夠認知 譬如說對於社會 一些叫做服務中心給它 所以產生了 在日東村過去幾年有很多問題出現 剛才說到中產 東提灣半 影灣園南天 原本是有些中產的居民在本地消費 大旺國區的 但問題是香港 你知道 很多大部份都要出去做事 出去做事 賺錢回來要供樓 東涌的消費也不太大旺國的經濟 而剛才提出問題就是 東涌 日東村 虎東村好 我們是一個面向國際的城市 因為我們有國際機場 有360 遲些有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也是起點 但問題是另一方面 我們有一個配套方面 支援方面出現了一個增頸的困局 所以現在日東村25座 有42,000人口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日東村是一個很年輕的新戶村 為何由十五歲到二十五歲年輕人 這班人最多 是接近一萬五千多人 那又夠不夠學校 大澳怎麼去 你們坐巴士去 四十五分鐘 四十五分鐘 好過有一些鐵路出到清衣 裴衝 因為它最近 清衣應該有學校證 現在是嗎 清衣是有 裴衝基本上有學校證 多不多去清衣 也有部份 但剛才提到的問題是小數族裔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香港的教育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小數族裔 現在前幾年幫 它現在是融入的 融鬼 現在是指定學校 指定學校 指定某些學校專修 現在不是很融合到的 到時找個專題談一下 這個教育局裏面的 所謂叫做融合教育和其他教育 在這裏就當我拋一下書 我記得九十年代中期 剛剛機場落實了 發展東沖的時間 我自己那時在大學做事 我的部份 就跟一個機構進去 我相信是等於現在第一個屋邨 東沖的 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沒有高速公路 也都沒有任何公屋 是一塊爛地 我還記得那裏一個地方 是分一個地區 Area 30區 30區 就是第一個發展區 那時候有個社會服務機構 就說 很明顯這個區 這樣發展快 一定要所有服務要一條路 即是青少年服務要讓人齊 家庭服務要讓人齊 因為那裏的居民 沒有辦法應付到 這些服務要在這裏 那些服務要出去 講了很多年 我們叫綜合服務 要整傳 十幾年了 現在最大的村 當然不是富東 富東只有三座 你們那裏是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 你覺得整個服務 一開始發展區 就應該說全面配套 什麼都齊 那時候 醫療 消防局 現在行不行 現在十幾十多 講這個問題 真是特區政府 對不起 真的要打五十大板 它整個規劃是失誤的 剛才你說那麼多人進去住 沒有配套撤施 剛才說了 不如我講一下 日東村現時的人口的結構 好 是年輕人佔多 但是香港如果記憶所及 就是兩年前到 體育館去到那些工業 打不動的時候才有 現在就有一個新的運動場 在民東路 在私樓區 溫馳已經有了 溫馳已經有了 是 醫院 我們很開心 是由我們爭取的 真的是東中醫院 現在正在建 明年年底提供服務 但是經過十年 有急症 是一個全科醫院 即是不用馬加烈了 成功爭取 是的 成功爭取 除了成功爭取廁所 到成功爭取醫院 可以大聲說 真的 用了十年的時間 真的不簡單 剛才講開那個結構 全香港有大約28萬 是拿重活的家庭 住在公共屋邨大約有16萬 有多少是你的家庭 而日東村全香港 觀塘壽莫平是第一名 但是日東村排第四 我猜觀塘壽莫平 然後到黃大仙 日東村是第四 有2500至2600萬 因為日東村人很多 是的 但是問題是 各結構裏面有很多 單親家庭 低收入 還有身體健康問題的朋友 所以社會問題是一流流流 我們上半場談到這裏 很明顯我們看到 在東涌的社區 特別是日東村 我們看到有很多基層朋友 他們有很多生活的問題 但是就算住在那裏的中產人士 都有同樣的就業的問題 整個社區的發展 都是有面對很多的需要和挑戰 但是很特別 它是我們國際城市的其中一個前線的地點 它面對機場 有廣諸很大招 但是國際人士見不到 是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現代 但有邊緣的市鎮 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下半場回來 繼續討論一下東涌這個市鎮 裏面的居民所碰到的各樣的問題 我們一會再見 好 各位觀眾 射爆香港下半場 繼續和大家見面 繼續我和善重街訪問Eric 國平 我們剛才說到慶合合 就是關於東涌 特別是日東村 裏面各種市民 不能面對到的民生 以及居住環境的問題 不如我們先 剛才國平提到 日東村很多年青人 15至25歲 但是你似乎看到 無論是讀書 或者就業 都面對很大的困難 是的 在這裏先說 你怎樣幫過他們 因為東村年青人多 但是小學和中學 政府的配合 做得不足夠 所以現在 有很多中學的小朋友 是真的不能夠原區讀書的 只是過去幾個月 我已經安排 經我們議員辦事處 幫助小朋友 跟校長談 有些困難 可能塞到兩個人 塞不到那些 就唯有去大澳 或者去青衣 荃灣 上學 另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一個少數族裔 剛才善重街提出的問題 少數族裔在日東村 我們最大的族裔是有印度裔 跟著巴基斯坦裔 尼泊 尼泊 菲律賓 泰國 東南亞和南親都很齊 我很高興 這麼多族裔 不是一個族裔跟我商談 只有三個族裔跟我商談 就是匹律賓 印度 尼泊 尼泊 只能夠跟民主黨的議員辦事署才能溝通 其他議員辦事署進去就沒有溝通 因為我們不是說英文 我們夠膽跟你們溝通 對方也不夠膽 所以我跟這麼多族裔建立了一個很好的關係 特別在五年前我幫了一群印度和巴基斯坦裔的小朋友 就是讀書的問題 真是玩得很辛苦 他說在日東村回到傳統學校 雖然說是有一些所謂的中文班 融合教育 融合不可以 融合不可以 那又怎樣 唯有求助 我經過一個朋友介紹 剛剛認識地利亞 其中一個指定學校 是的 就是在太古城那邊 在太古城回不到 不是 這是天意來的 就是青衣那裏有一間潮州小學 被教統局收了 即殺校 校長就看中了那裏 那裏 現在地利亞小學已經是 就是校長在那裏再建一間 買了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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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那裏 經過我的朋友 剛巧我朋友認識到校長 我提出我這邊有很大的困難 就是找不到學校讀不到書 那裏把整班 不是開玩笑的 幾班的小朋友 去了青衣 就是地利亞上學 而裏面很多 是縱瞞家庭 低收入 也是多謝文靜署 裏面也幫忙 就是交通費的資助安排 是特別的 他那種是安排車 是point to point 即是在日東直區 即是在日東直區 即是由政府安排 是的 他知道是給學校 有學校安排 也有政府的錢 也值得賺 這裏是小學生 如果他自己上學就很難 現在地利亞 那裏校收到多少學生 多少來自日東 都有超過百多人 他第一屆的畢業典禮 邀請了小弟去做 家賓 我也想 送了一些紀念品給我 你說百多人是一間學校 即是每一級都有幾十人 是的 小學 很厲害 你每一級都差不多有一班 是你日東出面 但地利亞除了收入日東之外 青衣 草灣都有收 所以叫做小學校 是的 指定學校 即是現在這種做法 就不是說 有一個融合政策 事實上現在是大部分 不要口臭地說 即是 巴基 印度 菲律賓 全部都會 但他們會不會有矛盾 他們反而 因為用英文 我看不出一些 他們的問題 但問題是很多附近 他們 都讀中文 都讀中文 但中文沒有那麼重 他真的有時候 中學的中文 等於小學一二年級的中文 即是比較低程度的中文 是的 但問題是很多印度家庭 跟我談 他不想他下一代 被人看得像他現在的一代 是另類的 不過現在他們很麻煩 我不應該很麻煩 他們現在 因為他們很多 很多代人 來了香港 現在回到那邊 也沒有跟 沒錯 他們都想做香港人 所以想做香港人 做多一點 因為印度和華人 都是老的 印度人 南亞裔 和華人 都是很老的民族 全世界各地 有太陽底下 差不多都有華人 但印度人都差不多 都很厲害 這個暑假 我議員辦事處 我開了一個暑假的英語 英語班 我請了印度人的老師 初初是英國人老師 因為一個印度人老師 介紹英國人老師 但英國老師剛好 他在領事館做 有些特別的事情 這個印度人 他在國際學校教 英文數學 就在我寫字樓 那裏 就是李彥特議辦事處 就暑假英文班 跟我們本土的東村小朋友 寶英文 是寶英文 帶著他一位印度的 印裔 印裔 在香港上學的 就一起助教 非常之好 其實我們是下一代做到的 沒有利用這些本地資源 有些本身真的長大了 又是印裔的 其實他可以做一個僑良 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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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代的問題 但不是代表下一代會這樣 我最近教書 有其中一科 People and Culture 我的學生去做項目 印度訪問一個項目 能夠有就業 能夠有基本的中文程度 很想的 但似乎社會 仍然有很多 是配套不到 是的 他們很希望可以融入 還有印度裔 教育程度比較高 還有比較富有些少 日後 在東涌日東村 都有一個印度的 community center 幾個長老 跟我們很熟 因為他們的 center 都是由我們幫他們 拿回來的 建立後 會提供一些服務 特別是共融的服務 你整個小小組 有哪些人 四萬多 有沒有三千 印度裔有六百多人 巴基斯坦 我掌握到不太多數據 你當它有四百人 尼泊爾 那些比較少 菲律賓 也有二千人 有二千人 我又問一個 敏感一點的問題 好像最近有些爭議 居留權 那些 有些人很挑動排外情緒 你來到 搶了我的東西 但我們現在說 在東涌那巴基斯坦 住在香港出世 香港出世 基本法務 但在你的工作裏面 你服務他們相當多 華裔的 中國裔的 香港人的居民 會不會有些微言 因為其實在他們日常生活裏面 其實他們融合沒有問題 是怎樣的 我看到 日東村居民 對他們完全沒有抗拒 上一代是有些問題的 但年輕的小朋友 都在香港出生 打在一起 有些人玩谷棍球局 他們走過去玩 我看不出 你和我 有什麼問題 我們其實 都有點不同 如果你看到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 NOW TV 他們都是看谷棍球台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傳統 或者他們的食物 那當然是有些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我去到倫敦 一刻落機 沒來 那兩三天 怎麼受不了 就去唐餐館 弄個叉燒飯 對 德國人 一回到鄉下 弄個腸 弄點啤酒 雖然我們去到唐人街 吃那些叉燒飯 都不同的味道 不過總是心安樂 對 甜點 我覺得這個 將人 一事同人 去服務 我覺得這個很難得 他們也很清許 你的工作 其實我們東涌 可以發展為一個 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 我希望政府 聽到這個節目 都真的要想想 東涌 有些什麼期盼 居民 他們真的希望 你一口氣 隨便說幾件事 講了過去十年 有些什麼成功爭取 接下來有些什麼 遠景 可以帶給居民 遠景來說 就業 我們看得到 第三條法道有的事情 港珠大橋 港珠大橋 因為現在國際機場 人數越多 東涌是一個物流 包括貨物和人的樓 還有很多國內同胞 有三六零 也來坐車 東慧城 現在是人來人往 你進去吧 有 很壞 那些貨物都不太便宜 那些貨物都不太便宜 但是問題是 我們看到 東涌的遠景 將來是非常好的 無論是就業 和我們的醫院 另外 如果政府 聽到我們的聲音 我們就 要求你 你要爭取 現在都在做全面性的 簽名運動和一人之信 就說 東涌現在有五十六區 有東涌餘口發展的土地 政府原意是建公屋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 建公屋 建公屋 應該啦 你經過了任期人 這麼多年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建公屋 即是下一隊 沒錯 即是有機會 上車 所以車就近阿媽 對呀 又近阿媽 衛星式上車法 這些叫做 還有我們有職業培訓局 我們希望 在裏面有職業培訓中心 青少年的培訓局 即是一籃子的東西 都在剛才所說的統計 那整體就是 東涌有多少人 整體就應該現在九萬幾度 不包括環境灣 整個 我之前知道 東涌就是東涌 即是五包長沙 東涌九萬幾 有四萬二 是在虎東村 即一天都在虎東村 很厲害 大庫來的 不是你的 虎東不是 虎東是一個很小的屋村 只有三座 四座 只有四座樓 只有四座樓 很成熟 亦都已經接近 已經飽和了的屋村 但他就得天獨口 走過去 就是港鐵站 你那裏就要轉巴士去 是啊 所以現在我們都和政府 早期承諾過 會有一個 當時叫做地鐵站 在日東站 特區政府最厲害 就是出爾反爾 所以居民就說 走過去進來住 接著地鐵站 現在就擱置了 這麼大的事 即是說進來的時候 期望那裏有個總站 所以我在2007年 火都來了 跟政府都來談 立法會去過兩次 跟鄭宇華開會都開過兩次 要求恢復港鐵站 近來傳來一個好消息 政府在6月在床道委員會 拿了一筆錢 就是規劃研究 在日東邨 建立一個 日東港鐵站 但問題是 他要條件 要發展 日東 即是東沖第三條發展 一個好大規模的發展 即是要建立幾棟樓才行 什麼幾棟 幾十棟樓 屍樓 屍樓 那邊海灣 填海 填到後黃廟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有另一個方案的要求 亦是政府提出的 不如那邊填海 範圍太廣泛了 亦是日後不知 變數不在 雖然政府傾向 和支持這個方向 就是整一個 不僅沒有兩頭 所以現在是整一個出口 現在東沖醫院 在居日樓 隔壁那裏建 居日樓隔壁 我們建議在醫院那裏 正門那裏 製造一個 東沖城港鐵站的出入口 即是類似現在我們 好像 即是中途的解決方 對 走路開 兩邊又這麼漂亮 有商店 又走隧道 不覺得 我們從銅鑼灣 走去Sogo都不遠 即是一出地鐵站 即是出口上面 拉直去到日東 不用繞個圈 因為是否也有出口 配入將來的醫院 即是那個就軟水 即是幾十個 幾十棟樓就軟水 現在快去搞斷 短期措施這個 政府意向都接受 那你又成功爭取 跟政府再講幾次數 那不要了 分量自家 聽你說 有一件事 都要看回 發展了整十年 十一年 那裏有議員 你不知一個選區 有兩個選區 周圍整個東沖有很多區 那些議員做不做到事 剛才我所講 日東沖的街坊 如果認識我 鑽石仔 日日鑽 每天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亦都跟政府講 很多規劃 和一些社會設施 例如圖書館 雖然在民東路 雖然去了私樓那邊 但始終泳池也開了 醫院 這十年的工作成果 即是你正在鑽石仔 我都這樣說 我又不是這樣同意 郭平 有時不宜妄自匪博 我和你談了九個字 我覺得 鑽石仔是吃力 我覺得你又不是鑽石仔 只吃力 你是吃腦 你剛才說了 那些問題 你又熟 數字又熟 問題又熟 亦都想起學校 現在所謂東沖的線 又有遠又有近 長短腳都照顧 我覺得又不至於 只是鑽石仔 不只是鑽石仔 不過我聽街坊跟我講 有其他的議員辦事處 有一部分 可能 做一個議員 四年一任 三年半就要來休息 退休 到假 現在又接近選舉年 又走出來 對 又走出來 睡醒玩完了 要回來 那就要做秀 我想問大家 譬如說 盛頌街 都要做議員 你認為做議員 是否每天在街上 派單張 是真正幫到居民 因為真的在寫字樓 對每個個案案 規劃研究 和政府安排開會 和搜集居民的意見 重要 因為每天走出去 派出 港華人 其實是生虎屁的 我經常問這個問題 我自己都在鬥爭 街坊是否喜歡我 譬如說 我是銀行的總經理 譬如說 我是在Hong Kong Bank 我經常走出Hong Kong Bank 門口派單張 就跟老闆說 我好勤力工作的 老闆 你不見到一個人 每天在街上派單張 什麼事 說回兩點 兩點都要的 你都要去前線體驗一下 但實際上真的在前線 是一個所謂接觸 是所謂跟居民溝通的條例 但最重要最重要 最最後都是食力 不是食力 你都是做到件事 這個是最重要 但問題是怎樣 你要知道做到件事之餘 你一定要做到件事之餘 你一定要有個感覺 有個默薄 你一定要有個感覺 你對東京都要做到件事 東沖的密碼很掌握 無論是沒有東沖 整個大衣生的歷史 地理環境的問題 你很清楚 清楚之餘 你更加可以想到一些解決方案 如何幫助居民 亦都對東沖或日東的硬件軟件 不單是硬 軟件都熟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 好像你這樣 我認為心 心又心出發 如果你的事不上心 就算人在這裏拍單張 你也放在這裏 對 好像你所說 睡了三年半 大家醒了 很久沒見過 這樣便沒甚麼意思 剛才尚中佳問你 剛才你提到整個日東 包括整個東沖的一個環境 如果你有機會 我們又來最後一份事情報告 你跟政府說 有哪一樣兩樣三樣 你覺得要馬上去東沖 立即要搞定 這個港鐵站 一定要的 這個日東港鐵站 還有居酒期屋 還有青少年的職業培訓 還有精神康復者的 精神康復者 沒有 但你覺得有這樣的人口 有這樣的人口 精神康復者以我的數據 日東邨有2500戶的中緣家庭 而這個 有精神康復者的問題 我記憶所及 應該都有 200 應該是300多 都幾多 他們現在需要醫療的支援 去複診 或者什麼 去哪裏 去複診精神康復者 沒有很遠 對一個健康險階的朋友 是一個問題 但那些康復中的 那些都要支援 他要找工作 我認識很多朋友 事實上是一個精神康復者 我現在就處理了一件事 家庭真的差不多 破碎 他是正常的家庭 差不多叫做破碎 真的差不多好像貼身高藥 昨晚才跟他聊了30分鐘 12點多打電話來 又跟老婆炒大鑊 所以有時候做這個位置 一定要有心去做 另一方面重點 就是我們東村有很多中港家庭 我希望政府 在東村有一個叫做 新來港人士 有沒有家庭服務中心 他什麼都給一間CTO做 但是做到真的很吃力 我看到他都很辛苦 他現在就是 訂給一個社會服務體 一個NGO 就是中合性的 什麼都做 中合性的理念就好 但是做的例子就很辛苦 很辛苦 不如我講一個例子 那些男人來到我寫著樓 他說家裡的婚姻問題 他說 郭先生 我跟你談完和事情 我很舒服 你了解我的環境 他說 我之前 你見過社工會怎樣 我跟他談完 我火都來了 沒那麼大問題 談完也更大問題 為什麼 不瞭解他 因為現在很多前線的社工 經驗 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其他的 財大專業機能 而是人生是說經歷 太恩是不行的 你真的有這樣的腦餅 有這樣的經歷 大家拍照張太郭 一喝酒 有這樣的醇 搭下去 一談就談一談 知道他的問題出現 其實談完之後 我安撫了之後 我也是轉界的 但是他很舒服 這是一個例子 剛才一個重點 我想補充一點時間 就是新來港人士 那個培訓中心 政府一定要做 新來港學童 你真的要搞 不是不行 怎麼融合 這些遠景 我希望真的要立即做到 很明顯聽Eric這樣說 如果我們在東涌 在遠景看將來的發展 他可以成為一個 現代的新市鎮 新市鎮 但是我們現在搞到 變成一個比較邊緣的新市鎮 這件事很明顯是整個規劃 包括政府自己要做些事 地區的人要很有心地做 有些事要用心去做 不是做騷子去做 亦都希望更多有心的人 可以在東涌裡面 特別在日東村 可以更多服務的居民 我們今天很開心 Eric來到 我們了解到 這個發展了十幾年的社區 他所帶給我們的 有種種的問題和挑戰 我們下一個星期 吃飽香港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拜拜